嗨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睡屏小姐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是我臨時 無意間翻了我的相簿 發現十年前的我 跟十年後的我相差的 非常非常的大 那個大並不是說整個外表改變 而是整人的氣質 跟狀態都改變非常的多 所以我才回想說 我這十年到底經歷了什麼 我到底做了什麼努力 做了什麼改變讓我自己 可以成為我自己喜歡的樣子 所以這支影片呢 我會拍的比較輕鬆 像是朋友姐妹聊天的方式 來跟十年前的我說 如果那時候你做了這些 努力做了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會過得更漂亮 有點像是回顧我以前 然後給我以前的自己一封信 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剛好是正直青春年懷 剛好二十出頭歲小女生的話 拜託你一定要把姐姐的話聽進去 我已經把我所做的一些努力 都把它寫在筆記上面了 我總共分成外在跟內在 我會看著我的筆記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做了哪些事情 哪些改變這樣子 好首先呢大家應該會最在意 我外表做了哪些努力呢 其實我並不太是一個非常瘦 你會覺得你本人太瘦了的那種人 但是以我的體重跟體態 對我來說 是一個比較偏正常健康標準的那種狀態 首先我跟十年前差最多的地方 差在以前如果我稍微覺得我自己有點重 有點胖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開始節食 或者吃一些減肥藥 看一些減重診所 這是我以前做過的事情 但是現在的我呢 我反而會去讓我自己多動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吃的人 所以我不會讓我自己去節食 也不會讓我自己去吃一些來路不明的藥 但是我會讓我自己去多動 例如說 我現在每個禮拜都會去 大概四到五天的健身房去跑步 一次跑個三十分鐘就回家這樣子 不用做太多 不然你自己也會覺得有壓力 然後一個禮拜大概休兩天的假 所以這兩天呢 我都會去做皮拉提斯 其實我剛開始皮拉提斯才三個月左右 但是我可以給你們看前後對比的照片 登登 我自己覺得差非常多 雖然它不是那種會讓你受到覺得 哇 這個減肥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它是會讓你的體態 而且它會讓你的肌肉 回歸到正常該運作的位置 用力是用力到對的地方 尤其是背跟下腹部的地方 女生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這兩個地方 背肌跟下腹部慢慢無力的話 你整個人就會呈現這種狀態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漂亮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覺得光三個月這樣比較下來 就真的差非常的多 而且我也覺得我的姿態對了 相對的肌肉痠痛的問題也減少非常的多 然後第二點呢是保養品 我自己覺得保養品佔非常大部分的重點 就是整個人改變的重點 首先我以前選的保養品是會比較注重美白 然後抗痘上面 但是我最近的保養品呢 我反而是會注重保濕跟修復還有抗老化 我先放上我十年前年輕的時候的照片給大家看 你會發現我整個人的皮膚狀態是很缺水很乾 雖然我都有在用美白產品 但是上妝的效果就是不太對 而且痘痘的問題都沒有被改善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雖然它是二十初歲的我 但是你會發現我的法令紋 或者是眼睛周圍就是看起來很沒有神 但是你能想像我完全沒有打任何的東西 沒有去微整形 但是竟然可以看起來比十年前還要再更年輕 我自己都覺得非常的扯 首先保養品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真的要選對適合自己的保養品 我最近接觸到賀蓮娜 就是鼎鼎大名的賀蓮娜 一定要拿出來跟大家講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三十初歲 甚至是二十五歲之後的女生 我真的真的都非常建議 一定要開始做抗老化 這個動作 你看我三十歲才開始接觸賀蓮娜 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我那時候會知道賀蓮娜是因為 丹妮表姐介紹過非常多次了 而且丹妮表姐的臉就是 怎麼講她講什麼我都覺得非常的有說服力 我這次就接觸了兩款 我跟你講真的很貴 但是真的很值得 首先是這款綠色的 它是叫做 紫萃綠寶修護精華露 然後另外一個呢 這瓶就是鼎鼎大名的黑繃帶乳霜 大家如果聽到賀蓮娜 最大的印象應該就是這個圓圓的黑色瓶身 然後我自己用下的感覺 它除了可以深層修護 抗老化、改善、膚色的不均勻 而且都是超有感的那種 例如說我前一天可能 在哪個地方長的那種小小的紅色痘痘的話 或者是可能睡眠不好 皮膚狀態比較暗沉的時候 前一天晚上塗完它們 到隔一天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是真的重新被修復 而且吸飽了水、睡飽了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比起保濕 它比較偏向於就是你已經修復過後 整個臉摸上去是非常的濕滑 很像美顏過後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有媲美醫美肌 抗老作用成分業界最高30%的普拉提煉 也就是說除了這種小瑕疵、暗沉之外 最讓我覺得最厲害、最佩服的是 這個下巴的這個緊緻線 你可以發現十年前跟現在真的差非常的多 還有嘴角這個嘴邊露的地方 我覺得整個提拉效果非常的好 因為我自己之前最在意就是這個法令紋 還有嘴角、嘴邊露的地方 還有下額線 我自己是非常容易有雙下巴的人 我在使用第一天的時候 乾哥就說怎麼會那麼厲害 你的臉整個小一號 然後他也想去用 我自己在使用上呢 會先用濾飽水先搖均勻後 輕拍全臉 接著再用黑繃帶乳霜 在手心一定要熱乳化之後呢 再用輕壓的方式塗抹在臉上 它其實只好一點點就非常的好推開 所以這一大瓶我真的覺得可以用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我也會搭配一些按摩方式 其實照自己的平常習慣就可以了 可以讓提拉的效果再繼續加成 最後一步呢 我會用繃帶小臉書 把V臉繃帶面膜用濾飽水沾濕後 帶上臉就很像敷面膜的那種感覺 只是敷在下額的輪廓線 敷大概五分鐘就可以拿下來 然後如果有殘留的話 我會再按摩讓它吸收到完全均勻 我可以給你們看我使用的前後對比 側面的那個輪廓線 真的差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才覺得比起很盲目的去買很多各式各樣的保養品 去嘗試來路不明的保養品 你還不如去投資一個好的保養品 然後去把那個保養品的作用用到最大 搭配一些例如說面膜或是按摩手法 我覺得這樣就非常的足夠 而且我現在注重於保養 深過化妝 我覺得在化妝上面不只是底妝的貼膚效果 或者是整體給人家的那種明亮的感覺 有朝氣的感覺都差非常的多 好第三個就是來到化妝的方式 我覺得化妝方式也改變非常的大 我以前是比較喜歡那種濃妝 甚至會帶假睫毛 然後底妝也會比較厚 因為可能以前皮膚不好 所以你就會遮瑕也會遮得非常的用力 但是我現在已經努力保養之後呢 我反而會注重那種 妝容的透明感跟飽水感 所以你會發現我以前的妝容是比較霧面 然後濃妝的比較辣妹的感覺 到現在呢我的妝容 眼影幾乎都是大地設計並多 就是偏一點點橘色調 然後底妝的妝容我已經不再用遮瑕了 已經完全不用 反而會注重輕薄有光澤的底妝 最重要就是這個光澤感勝過於修容 我也不像以前會可能會一直刷這個腮幫子 或者是鼻影這地方已經不會 我就是保持我原本的樣子 只是多了一些可能打亮 在鼻頭的打亮 我覺得整體臉部的立體度就真的差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我要講到內在 首先內在呢我做的一些努力 開始吃一些維他命 例如說B群C D E 幾乎吃很多 還有再來就是吃燕窩酸膠原蛋白這一類的東西 我不能說我現在的狀態完全是因為維他命 或是吃這些保健食品 還是完全是因為保養品 但是我覺得你兩個都有做 它會直接反應在你的整個人的狀態跟皮膚狀態上面 然後我自己覺得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也吃過維他命跟一些膠原蛋白 但是我必須要老實的說 以前年輕的時候吃真的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但現在有吃就立馬有敢 尤其是B群 你有吃當天的狀態真的會非常的有精神 會好非常的多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年紀有關係 但總之就是外在的保養品加保健食品 我覺得那個香成的效果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接下來就是少喝飲料多喝水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不喜歡喝水的人 我就是出門一定會點奶茶 在台灣的時候 但來日本呢 你會發現日本沒有像台灣那麼的方便拿到飲料 便利商店裡面酒跟茶的選擇甚至比奶茶還要多 所以也就因為這樣子我漸漸漸漸漸 開始忘記奶茶的好 所以開始喝茶類 到現在可以完全喝水 然後我覺得真的多喝水 會幫助體內的代謝循環比較好 之外呢 上廁所的狀態也會穩定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常喝飲料的朋友 如果你吸取那些不必要的糖分 真的會讓皮膚暗沉跟辣黃 還有老化速度也會非常的快 所以我真的覺得你要嘛就是喝無糖茶 要嘛就是喝水 不要再去喝那些垃圾食物 我現在也是會喝奶茶 但是就是在 我真的覺得我心情很低落 或是在心理狀態很不好 你需要一個甜的東西 增進自己的時候 才會喝一杯午後紅茶的奶茶 就是非常甜的那種 但其餘時間我就是喝黑咖啡或者是水 我覺得狀態真的好非常的多 然後第三點 內在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遠離讓你有內好的人事物 像我現在呢 我就覺得我的交友圈已經可以簡化 就是我只要跟真的非常好朋友出去 就好了 所以真的是那種很無意義的應酬 或者是社交我就會盡量避開 可能我是愛人的關係 我就會覺得 不必要的應酬會讓我有壓力 不只應酬的當下有壓力 我可能會前一個禮拜就開始煩惱說 我要穿什麼 我要跟他們聊什麼話題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開始內好很多事情 所以我現在呢 會學會讓自己在 非常喜歡 而且輕鬆的狀態下去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我今天不想做 我就不會逼自己去做 這個也非常重要 然後還有在交友上面 不只是朋友 甚至是另外一班的選擇上面 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之前我在影片也有小小提到 如果你發現你身邊的這個人 讓你煩惱多過於快樂的話 那我覺得你是否要考慮斷捨離這個動作 不只是不要被對方勤勒 對自己的勤勒 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我們很容易對自己勤勒 所以原本讓別人看你是那種 欸你發自內心是真的活得很快樂 活得很自在 它都是可以直接反應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人際關係 周周的環境 都是非常大的關鍵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內容 不只是回饋給十年前的我 還有正值青春期的你 甚至是已經像我一樣 就是開始漸漸走入中熟女階段的女生 我覺得我們都還來得及改變自己 因為像我也是 這幾年才開始努力正視自己 不管是外在保養還是內在保養 任何時候都還來得及好嗎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活得更漂亮 活得更自在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